聊數碼新聞動態談行業內幕八八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期的健哥說 我們來看看上週有哪些好玩的事吧 大家應該發現 現在我們商單接的也不多 5月份一個商單都沒有做 就是6月份接了一個投影儀的商單 大家知道主要不是看投影儀 是看小姐姐 所以我們這次又有一個這個硬广了 這次推薦的是萌芽家的電動牙刷新陳系列 首先它的包裝就分有二次元風格 我們手裡是梨花白的版本 另外還有松露黑盒、琉璃粉 什麼情侶配色什麼東西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官方現場牙刷是支持IPX7級防水 整機是可以水洗的 牙刷有五檔不同頻率的模式 輕柔檔、清潔檔、按摩檔、美白檔、拋光檔 正頻最高能到4萬次每分鐘 而我們手動刷的頻率大概就是200次每分鐘左右 資料也顯示 電動牙刷的清潔力度相當於手動牙刷的大概83倍 刷牙效率是手動牙刷的4-6倍 其實說明書裡還特別說明了 這個牙刷只能用來清潔牙齒 你不要亂用 刷毛採用了美國的無菌杜邦刷毛 做了99%的魔菸處理 硬度適中不會太硬去傷害牙齦 也不會太軟 導致清潔路度不夠 刷的時候還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一個小功能就是刷30秒會暫停一下 提醒你去換去刷牙挺方便的 接下來看一看充電是USB直充的 配有一根充電線 牙刷下方是有一個接口的 續航的話 官方宣傳是充電6小時續航90天 那在國產中算是非常不錯的 也是不比國際大牌要差 那我個人也是好幾年電動牙刷的使用者 當然是購買的某大牌1000多塊錢的牙刷 其實還售後過一次了 花了個公包回來的 而孟雅家這也承諾 其實兩年內任何質量問題 都是免費換新的 只還不修 另外其實某大牌 它不僅牙刷貴 它的刷頭也特別貴 一個要50多 我之前光買刷頭都花了好多錢了 結果感覺實在太貴了 吃不消就去買了山寨的那個頭子 質感就很差 還把我牙鷹搞出血了 這款星辰送了四個原裝的刷頭 即使你用完了去店鋪單獨購買刷頭的話 也只需要20多塊錢 不僅如此這款星辰的電動牙刷 性價比也是超高的 原價439元 現在評論區有100元的優惠券 還可以疊加最近的滿減優惠活動 大家趕緊趁著活動下單購買吧 這個廣告念完了 這個硬廣告念完了 大家理解理解 因為確實現在是很多的硬件廠商把我給拉黑了 而且我確實圈子裡面有些東西 確實非常的看不慣 所以有些推廣 我真的不想再去掐那個爛錢了 這次我們就說一說什麼 就說一說這個之前的那個技嘉事件的一個後續 因為我感覺他現在有一些那種死灰復燃的一個不好的這個苗頭 大家知道應該當時我是第一波為這個事情發生的 是當時凌晨三四點鐘把視頻發出來的 嗯 大家我看到很多人啊 甚至那天晚上了還在那邊 對吧 弄那個 當時我也做視頻說過 我感覺 把那個視頻我看完以後 對吧 他不是在說去批判技嘉什麼的 而是在一費強料 他損失了好多錢 但是對吧 是不是真損失 是不是外包商呢 這個我也不想扯皮了 省得又說我怎麼 又說什麼去黑人家什麼的 現在最近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什麼 就是很多觀眾跟我說 哎 現在怎麼什麼淘寶京東上很多平台上 都慢慢的開始能搜到技嘉的產品了 其實不是最近能搜到 淘寶上面有幾家店一直在賣 做的比較過分了 一個是那個上海的閣幕 那就是當時那個技嘉礦泉水事件的 這簡單說就是 那個三千多塊錢的1070 那他價格不小心標錯了 標成了2000多 那按照貼貨的規定 你不發貨要賠30%的這個款項給消費者 他不願意賠 就給消費者發了礦泉水 所以當時鬧的印象很差 所以那時候技嘉被喊做什麼技嘉山泉 就這個上海閣幕幹的 還有一家非常做過分了 就是那個杭州莆田 對吧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反正網上口碑挺不好的 連彈丁尾高都把這個技嘉的東西下來 杭州莆田就是不下 而且其實杭州莆田吧 也是跟某大V B站大V 合作開過一個什麼店鋪的 就我們前不說 你作為一個B站還比較有影響力的人 跟這種口碑極差 比較垃圾的店鋪去搞這種外包 怎麼樣 我覺得人家無所謂 人家外包店鋪可能都開了好多 也不在乎這個 二的話 這種時候還一直掛著上技嘉 我就講句不好聽的 你覺得這種店鋪 他有沒有職業操守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職業操守的 所以他搞外包 不就是賺錢嗎 現在就是不就賺錢嗎 唉 能說啥呢 其實不僅的話我現在看了看 像重慶智硕 什麼廣州惠川 這兩家也 反正天貓店也都掛起來了 因為這兩家其實他們是當地的代理 所以估計是前陣子看的風頭不對 先下架一陣子 看到最近好像風頭過去了點 就急忙上架了 真的京東上很多店鋪嘛 因為京東上他把這個技嘉 包括AORUS這些東西他全部屏蔽了 所以他們好多人以那個 把主板C版U套裝的形式在那邊一搞一弄 也就是這樣子 不僅如此呢 甚至好多的一些媒體啊 都急餘的 急夾的飯就掐起來了 比如說你看像太平洋 這個文章不就就發出來了嗎 順便這裡多說一句 太平洋之前在B站做了一個號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叫搞機猛男 但是呢 因為他們內部公司的也不知道什麼調整 這個號就不做了 相關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主編 一些小編全部離職了 所以搞機猛男這個號 基本上現在就是就廢掉了 所以之前認識的一些跟他們一樣關係比較好的 能聊得來的朋友也全都離職了 所以也就是傳統媒體就是沒有前途的 甚至有一家啊 他現在當然他這個號 他發在他的微信公眾號裡面的 但那篇文章已經刪掉了 點進去 已經刪除了 還是掐技嘉的爛法 我覺得有點什麼 因為這家媒體咱說實話 畢竟是有官方背景的 是某地科協辦的 甚至他的那個那幾個字 哎 都是某些領導人提的 哎呀 那這個時候 哎 差這種犯 不合適 真的 我只能說真的不合適 不合適 有官方背景的 還幹這種事 哎 所以我的理解 可能後代 估計是投資太多 他就把文章刪掉了 現在就有點死無罪證了 其實技嘉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說呢 我為什麼就特別的生氣 因為當天我也說 當下的流程 當天是晚上 嗯 我太累了 我就在工作室裡面睡著了 躺下晚上睡著了 然後呢 大概兩點多鐘醒了 然後看到 醒的時候 對吧 就一醒了 起到一看 哎呦兩點多了 哎呀不能再睡了 在一覺睡的就天亮了 對吧 趕緊回家吧 一邊去直通廠一邊在翻我的B站私信 看到有粉絲一點半就給我發個留言 說技嘉的那個官網怎麼怎麼 我一看我靠 這還得了啊 這這這這要出大事了 但當時因為是手機嘛 開那個網頁不是很方便 然後呢 我就一邊開車 我就發語音 給技嘉中國區的總經理Steven 我就跟他講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技嘉做的事情很嚴重 你們趕緊要處理 我 結果哎 兩點慢 但Steven晚上沒有睡覺 知道這件事情 但他當時沒當回事 他覺得就是文字表受錯誤 因為Steven是台灣人 對吧 所以你跟他講這個東西 他沒有這種政治覺悟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真的你不要說什麼明天白天上班再處理 趕緊先想想 對吧 明天一早一上班 怎麼道歉 怎麼怎麼怎麼挽回 對吧 趕緊那個 這個趕緊解決好 你明天白天再解決 黃瓜菜都涼了 那Steven不聽 他不聽呢 我就沒辦法了 對吧 我說我真是不管怎麼說 我也是把你當兄弟的 這個事出了 我幫你想好了 你應該怎麼解決 就盡量去降低一下損失 那你不聽 你不當回事 那就人之一盡了 人之一盡了 對吧 你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那我跟你講過了 講過了怎麼做也告訴你 你不聽不當回事 嫌我多管閒事 那對吧 那就那個了 後來晚上回答以後三點鐘 我把整個事情的網頁全部翻了一遍 我發現這很嚴重性是什麼 他這個是技嘉台北總部那邊做的網頁 然後那個網頁全球分發 網頁還是多個文字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能感受到 對吧 其實中國大陸這邊主要的責任不在中國技嘉大陸這邊 因為這個網頁是台灣那做的 但是台灣那邊 台灣總部那邊發到大陸的 你技嘉中國的這些人 你看都不看 就掛到技嘉中國大陸的官網上去了 你這個沒有責任嗎 也是有責任的呀 唉 那最後搞了 9點鐘的時候 上午9點鐘 公金銀行帶頭出風了 唉怎麼怎麼 那12點多 那個技嘉才發了一個不疼不癢的道歉信 那時候Steven還跑來跟我說 唉你怎麼 唉你怎麼 怎麼怎麼東西告訴我了 你怎麼還把東西發出去了 我說老闆真的咱說心裡話 我能告訴你 這件事情甚至讓你趕緊去做一些應對 已經真的是很夠朋友面子了 那這件事情的話 後來他們還怪我 唉就是黃劍沒事找事幹 唉又是平時賣技嘉的產品 是技嘉經銷商 出了事還在統計達一樓子 我說真的 一 我就顯示出這個技嘉他們 唉 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 一 這個東西 就算我不曝光 那別人也會曝光 這件事情的本質 是你們技嘉台北總部 他瞎發東西 那你要怪應該怪台北總部那邊 你現在來怪我 我不曝光也會有別人曝光 這不就典型的 解決不了問題 就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那這是什麼邏輯 二的話 你這東西你真要解決 你速度快一點 早晨一早真的 你一早 工信團九點鐘發的 你們幾點鐘上班 我都說了晚上別睡覺了 趕緊處理 不處理怎麼怎麼 就一點危機公關意識都沒有 這也就反映了什麼東西啊 就是現在很多這些廠家的 什麼市場部啊 什麼這些高層啊 那平時就也幹不了什麼正事 市場部就早點 亂七八糟媒體 發一些他們自己都不信的東西 然後呢 對自家的產品 他們自己市場部的人員 對自家的產品也不了解 做的一些什麼宣傳東西 都有很多技術性問題 然後真正遇到 是了 危機公關 危機公關完全不會做 完全不會搞 甚至最搞笑的是什麼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快一天了 有人跑來找我 問怎麼怎麼怎麼啊 給我什麼什麼好處啊 能不能把視頻刪了 我當時還是兩方面說 一你作為事後公關的角度 哎 這些東西都過去了快一天了 國務軍廠都帶頭出風了 這個時候你再找人刪視頻 有多大意義嗎 沒有意義的 二的話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給你刪視頻呢 首先我們本身都是中國大陸人 這個那些基本的底線還是要有的 你不能為了掙點錢 去挑戰一些國人的底線問題 這否則你收點錢這種話都能說 我看到了很傳統 這些一堆的傳統媒體 對此事沒有報導裝傻弄 甚至有些媒體傳統媒體 現在還在掐這些爛錢 那你這樣的行為跟漢奸有什麼區別啊 很多時候我們講的不好聽點 真的也愛國人也不指望 你去什麼生生死死啊 要去幹嘛幹嘛 做些特別偉大的事情 我們不作惡 這種時候這種錢不爭 這種錢這種話給錢讓我們不弄 不就行了嗎 那有些人你覺得你跟漢奸有啥區別呢 真是的 其實我們回到這個問題本身 這個東西是他技嘉台北那邊搞出來的 那最後事情解決應該怎麼 應該技嘉台北總部那邊出來道歉 我們講的不好聽點 日本那邊有什麼工匠精神 出了什麼事情 第一時間高管出來鞠躬道歉可快了 道完歉咱就是不改 日本的那個東電的那個核廢料 核廢水不是這個情況嗎 但是人家日本工匠精神啊 至少好歹出來第一時間給你做個樣子 給你那個啊 讓民眾對吧 十八家情緒 你技嘉台北總部那邊 連個工匠精神都沒有 哎呀真的是太那個了 當然我後來後續知道 有人曝光他們技嘉台北總部那邊 內部的一些文件 就是董事長辭職了 有一個負責人也因為說什麼 因為MIT事件被開除了 但是這個事情 如果就是我們站在一個純的商業角度來說 純的商業角度 算你技嘉的總部是在台北 但是你很大的一位市長在中國大陸 甚至你工廠三個工廠有兩工廠在大陸 你這個東西你就算在商業角度來說 我要爭錢 那你是不是應該做些東西來去嘗試的去取得 大陸消費者的一些諒解 那現在他們採取個什麼措施 死扛著 哎就那樣拖 等到互聯網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再慢慢的上架 就像現在這樣 但是真的 我們講句不好聽 你技嘉的體量畢竟不像耐克 耐克體量太大了 大家發現想弄 結果盤子太大了 弄不下來 但是技嘉確實 雖然也是一個大廠 低線大廠 但是體量不像這樣耐克 所以人家說不賣 說下架還是能扛得住 所以你這樣拖著下去 我覺得真的 最後其實損害的 你不是還可以技嘉自己虧錢嗎 你想想當時華碩出了那件事情以後 就是很快做了一個那個 但我知道當時的那個華碩這樣處理的話 那有一些人他非常的不滿 在鬧啊什麼 但沒辦法 中國大陸市場非常的大 就是站在純商業角度來說 那也是需要 如果說比如說兩邊 兩個市場 一定要得罪一批人的話 那站在山腳來說 那也是 肯定要保全體量更大的地方 所以說技嘉真的我非常費解 那他就現在這樣子耗的 不知道怎麼 我看到其實很多技嘉經銷商 偶爾真的就是非常的難受 甚至不少當時為了之前進技嘉顯卡的 被套了很多那個技嘉全家桶了 跟人家根本賣不出去的 顯示器咯 電源咯 機箱了什麼的 哎呀都非常難受 哎呀都在那個 那時候最誇張的 那看到2K 162K 144的顯示器 在鹹魚上掛14005在那邊賣 沒辦法 之前被硬塞的 那現在怎麼樣只能掛鹹魚 那那個了 也不好公開賣 所以鬧了之後 大家損都有損失 所以說我覺得 對吧 就是站在純商業角度來說 對吧 我希望技嘉內部好好的反思 你台北總部 是不是要拿出一個 非常誠懇 非常那 非常就是讓中國大陸消費者 能接受的一個道歉 雖然時間拖了很久了 可能倒降出來已經 對吧 有些人就原諒不了你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 如果說技嘉還想在中國大陸市場做的話 對吧 你不能去裝死 你不能去硬拖 積極應對 對吧 否則最終損失的 其實還是技嘉自己 其實我也真的 我這裡也是說一點心理話 我之前很多人好多人吹我什麼技嘉吹 技嘉什麼收了技嘉多少錢 怎麼怎麼呢 真的毛線 真的毛線 對吧 相比某些UP主 瘋狂恰恰恰 我一是我真的沒從技嘉那收多少錢 二的話很多東西只是因為我自己主板顯卡主要都用技嘉為主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我好多因為確實特別很多低端的主板 找不到什麼特別好的替代的 華碩價格太貴 微星型號不太全 那我甚至看到有一些UP主 真的是 那他就用七彩虹去了 你技嘉雖然現在不能用 但是七彩虹的玩意真的是 除了顯卡別的東西真的不要碰 七彩虹的主板那個爛的簡直是 你但凡想去做一些品質的話 真的遠離七彩虹 那是真的不能碰 所以說我這件事情我是損失比較大的 所以說技嘉內部有些人覺得是什麼 我去惡意搞技嘉什麼的 我覺得格局太低了 格局太低了 我做這些真的就是我覺得我是出於 首先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覺得就是天天喊愛國什麼的 我覺得我做不了太多 那我其實還好 我沒有說是損失多少錢 我就可能就是少賺了一些錢 沒啥問題 發這個視頻我肯定少賺了一些錢 甚至發視頻的前一天 我剛把技嘉的一個商單做好 現在就無得了 無得了 他們也不會給我錢了 也無得了 就 那視頻我也沒法發 因為那邊放了一個技嘉主板 全程在這邊放在這 你讓我怎麼辦 打個馬賽克總覺得怪怪的 這個視頻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是真心的希望出來積極應對 好好弄 嘗試的獲取諒解 那這樣子才有可能 如果技嘉只是一味的採取這種硬拖硬弄裝死 然後花錢收買一些臉都不要的一些傳統媒體 甚至自媒體在那邊胡說八道的話 其他自媒體有一家就以開車為主的 我前兩天剛他們寫了一篇洗地的 一看就是跟杭州莆田合同起來弄的 真的是不想多說 我要說的我要說多了啊 他們又以各種烏言或語來 我不想湯在那洪水 這就真的 封勸記家台北總部的 真的真的包括Steven 好好想想後面應該怎麼做 哪怕是爭錢去做一些聲明 不丟人 真的不丟人 而且含那句話 既然在中國大陸做生意開場 中國大陸的一些法律規定 請遵守 我也想多說一句嘛 也是相當於給我觀眾的一些台灣的粉絲說一句 因為上一次的話 技嘉的那個視頻我沒有傳youtube 很多人跑來各種辱罵我說過 怎麼怎麼的 這我想說一下 首先呢就是我也是去過好多次台灣的 那我也是非常重視我的這個台灣粉絲的 那甚至之前我想做上門幻想的時候 我想還借著台北電腦展的機會去台灣拍一期 像因為這個疫情的原因一直沒有做成 那甚至包括台北的光華數位新建地什麼的 我也是去過好幾次的 但是呢我想說 對吧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批判的是技嘉他做的一些東西不對 我不想去引起跟台灣粉絲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一些涉及到政治方面的東西 我們不想去討論 但這件事情確實我覺得技嘉他發的這個網頁確實非常傷害 我們中國大陸人民的感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中國大陸人民 肯定是要批判一番的 但是平時別的時候 所以我批判的是技嘉而不是友好的台灣人民 雖然的話我也挺關注 台灣那邊的youtube啊 平時都在發什麼 大家都在想什麼東西 我對台灣的觀眾也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呢 對吧 我不會去主動去發一些引戰的東西 但是技嘉這個事情 他們主動來傷害我們的感情 我發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非常合體的 如果有一些台灣的觀眾真的實在受不了的話 非要取關我 那我也能表示非常遺憾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也是技嘉一件事情講了很多 因為這個事情確實拖了比較久了 一直有些話在心裡面想說一說 那也不知道大家就如何看待這個技嘉的事件 包括他後期的一覽團團的處理 歡迎留言大幕與我們交流 不要忘了觀眾別忘了點個小鈴鐺和點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youtuber 你們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電腦資料的話 請關注我們的微信用號 潮玩客XDO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鋪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搜索商品潮玩客 謝謝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次見 拜拜